那马上要给大家带来的是2013中泰拳王争霸赛第二场比赛 那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来自中国的选手韩开虎是战胜了来自泰国的承诺 为中国的选手取得了一个海门红 马上要进行的是一场 应该说不管是年龄还是在这个技战术水平方面相差比较大的一场比赛 来自中国的21岁的选手孔红星 面对来自泰国的33岁的泰拳高手善猜 第一回合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 因为善猜其实在泰国他是拨球一样的 这个也是泰拳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有花样泰拳王的这么一个美誉 他在拳台上有将近20年的这么一个拳龄 而今天面对的对手来自中国的孔红星 今年20刚出头21岁 所以这个在技战术方面应该说是有很大的悬殊的 但是咱们这个孔红星也没得也不错 他后果拳一会第三 冠军赛第三就在国内是高水平衡的人了 但是一看三开他得到过 伦平尼场的三个级别的冠军 还有WBC的冠军 这就很出错了 这很非常厉害了 而且他曾经在2011年泰拳比赛当中 以一敌二战胜对手 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 以一敌二 所以今天年轻的孔红星 21岁的中国选手孔红星 面对这样的一个 应该说姜是老的赖 面对这样一个战场上的一个老手 一定不能够掉你轻心 从船一开场 你看出来谁都老道 像个老狐狸一样 是是是 33岁 实际上年龄大了点 在太阳里面说大了 人大了 但是呢 这也看出他的速度和力量 还不同了 你看他在场上这种进攻 这种敏锐 从这个我们角度看他的这种眼神 看他这种神情 和整个身体的战姿 都可以感觉出来 是一个老将 而且他打法呢 又是一个非常老道 一看就非常老道 嗯 他那个眼前 他的弓梯内在泰拳里面也在摔打 但他也不得分 当然也是给你一种正式 打低嫂 低嫂在Q1当中也不得分 也不得分 他也扫着跟着说不得分 他就是给你造成这个心理上有个 有个压迫吧 有个阴影 在赛前呢 对于这个孔鸿星 采访的时候 鸿星也只把今天面对的是一个 可以说是泰国的泰拳手当中的 标志的人物啊 老狐狸啊 他自己也说自己年轻啊 要害体育的优势 来牵制这一手的这个快点和重拳 没错 他都要打重拳 多打绿拳 啊 不要怕戏 不要令其体能啊 因为他对方小个 你要没必要摔倒 嗯 多做直线平板啊 你个儿那么高 你只能为为什么不做呢 嗯 他是不是 哎 他这个身高是起的绑 我怎么觉得孔宁力比六八 对方一比 其实我现在看 场上身高好像是很高的 对对对 不是 这个可能跟这个扇塞 这个打法有关系 他一直成一个一个攻势啊 一个进攻的这么一个状态 身体已经弯成一张封 这样的话 那个张力会更大 对 所以今天这样比赛 对孔鸿星来说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一战 积累经验 对于一个年轻的这个选手来说 对 好的 这个国庭新养 大家的选择结合 对 打两类就打成上 把两类打开 他的防守给打开 嗯 而且这个打法还很功夫 你发现孔鸿星在这个 连续的进攻当中 嗯 腿脚的功夫也用上了 对 不是那么的单一 对 对 一直往心脏脏转 但是主动出动着 选择的 选择的 主动出动着 嗯 所以这个孔鸿星啊 在这个之前 我们对他的赛事的了解 就发现 他就是一个这种 人来风性的选手 特别积极特别主动 是一个经验 这么丰富 这么老道的选手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 现在开始了 所以您认为到了第二回合 刚才经过第一回合之后 这个草鸣心您觉得他的技战术方面 也是需要有什么样的调整 调整 他现在我觉得都挺好 打得非常不错 他的拳打得这个上下结合挺好 连上下结合 他对方是非常好 上下结合 打他中间的防守空档 再呢 就是把腿再利用起来 我们的中国的方便 直腿你个儿那么高 卫生不打直线呢 很直接的用直升测赛 试一试 走一走 不挺好吗 就是要善用自己的长处 对了 对了 不错 但是目前都看着 场上这个情形 他是根本就不处的一个善献 不管你是什么大盘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拳王 善猜猜来者不善 来者不善 全是也是多让人去猜 对啊 所以这么一个善猜 但是因为年轻的小伙子 比起现在不发致 第一件是小伙子 不准备了 或者马上就休息一下 打中一脚 在这个位台上是一个很硬朗很积极的 比赛行为运动员很兴奋 一打直线就兴奋 我们拿拳会签赛是不拍给的 是是是 所以今天应该好好珍惜 跟这个老将 善猜对我的机会 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 你还 好的 好的 对的对 直接对动作 这种出击 牛都不怕 牛都猛劲 全部在恐怖心身上 得到了体现 对 这种出击 很好 太多也比较大力 嗯 上车的一人是稳打稳扎 逮准控打 一击正确 好的 好 防徽也别跌掉 这老将还是在市场 试图 别人都抓得同单 抓得同单 跑不着 这孔上的玩 嗯 真是要知道 那对这个年轻的选手 体力方面可能并不是他的优势 所以他呢 不会耗费过多多的体力 去做些试探 对 逮到机会 逮到对方的防守 看不大 就开始出拳 你看 嗯 所以 还是怠誓 的脚伯 怠誓是这个帅话 我还 也就是高天腿,好像挺挺好身, 接下来我的身材,不得牛さん和童童的葱哥方向他们的姿劳, 有些广告、人类的鼓文龙童的舵手, 孔、虹兴, 现在是平平的对这个老将擅拆发动紧张 但是擅拆在这个 他并不是太被动 他善于抓住这个对方的任何的扩张和漏洞 对 一枝之胜 为什么他这个 现在就打不一枫 我也快两个合了 这恒星也知道 你擅拆也没把我造成多大伤害 是 哦好的 两个都打了一极 呦 当然都打了双方明显的这个进攻方面 加价人更加积极了 对对对对 后有机动刚才几枪打的后有机动 嗯 对我呢 都松开起来 快 哎 起起来 好的 我明明对这个不错 小明星 嗯 嗯 嗯 弄得好 哎 哎 所以这场比赛 你看现在进入到第三回 我到底是长江后浪 可以前浪前浪起在沙山上 还是将军是老的呢 我们就看看这个第三回 不就对决了 啊 全发上了 就这样就来了 嗯 生姜呃姜还是老了 也也表现 也表现出来 你看这个这个顺才不快 嗯 这就在这个政策程度比赛小十一 小十一是小小伙伙的面前 打法那么密集 全而挺重 不孩子一样这么根本间的 嗯 对 在赛前大家可能会估计 21岁的孔宏星相对来说 技术和经验水平 不如顺散啊 可能会 但现在看到这个场上就像你刚才讲的 两方面的这种都表现出来 第一 孔宏星还是不白给 也有这么好成 第三回上 然后气势上 嗯 气势起来 起来了以后你再也空一点 就不像打篮球 气势起来 对方感觉很像是在平 对吧 嗯 嗯 好的 就是白这话 啊 对 好的 嗯 嗯 所以到了第三回上 孔宏星 千万这个不要弄脑发热 对 进攻的时候还是得注意 把这个防守要保住 对 不能给对方太队太大 对 对 像刚才刚才高天水队的架子 像 他还是打得非常冷 嗯 嗯 所以打弹呢 这个不光是靠拳 还靠脑子 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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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很智慧 压斩 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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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 对方 你赶紧 你顺心 对方 你顺心 你顺心 你实行你的动作 嗯 老战也是够狠的 依然很厉害 明显到了这个第三回合 最后一个回合 擅拆的这个进攻 更加的主动一些了 对 对 不错 这个确实能跟这个老战 快了 快了 不要这么 这个这个阵子呢 很温暖 但是幅度都比较大 没错 而且这个等于说是大开大核 整个的防守就没有 对对对 这个是这些 满满靠 嗯 这个就一方面 选择出这个业绩的女员呢 他这个不畏惧 对 对 像这种两点固定之后的这种 吸法 这个是在 对方 对方 对 对对 对 对 同学 那 对 好像 对 occurr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在直接喊口 双方先是做一些试探 虽然鼓务进攻,但是不能轻易地把这个防守让给防 所以打开是一个正常的地方 是是是 虽然鼓务进攻,但是鼓务进攻 你出拳,我没出拳 我今天有一个密度和那些什么压着你 但是鼓务进攻不能太盲目 不能因为说自己这个体力上面占优势 这个出拳就不顾这个轻重 对 这个 他那个谁,向他毕竟是年龄有点大 这个 虽然打得还很老道,力量还很有 但是他打的这个密度好像不上了 他打得很巧 对 到了这个年纪也是要靠经验来打这个时候 绝对是 但是按理来说现在打拳王队 30多次还正打 荡打之年 他哪太确定是年龄有点偏大 好,但是鼓务就是逼着这个三餐 孔弘欣 孔弘欣 他刚才打的那几个百拳打得很有气势 但是呢,你看这鞋给架开了 这个三餐给架开了 这个三餐给架开了 嗯 可以试着打打鞋上啊 打中线距离啊 这让人打的地方啊 再一个就是 腿法要硕啊 多一些这个进攻的方法 对 因为毕竟前三回合啊 有一些这个 季战士啊 对方已经摸透了 对啊 刚才打了个后头 有些变反架 还有洪生英的反架 嗯 肉加 嗯 加油 加油 苦命赢了啊 插手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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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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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老到这个身台 打完后叛递打完后两个爪子架了你全能类似的 我们看到黄鲁胜的教练也一直在场上 给他这个加油打劲 他一定要坚持下去 所以你再这样坚持下去就能赢 这给这个小伙子更多的鼓励 对 他气势就气势没有力 是是是 就是想打赔他 好 第四回合 决胜回合的最后十秒 退下来 退下过 好了 第四回合 决胜比赛结束 打得不错 双双打得不错 没错 没错 但是到底这个牌犯会不给分呢 这个大家 我们又加赛了一场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结果是 结果依然是 红发 是 是 几岁 出生牛犊 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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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